咱们有很多老铁都喜欢吃这个大白菜炖豆腐 再放点海带 那么这个大白菜炖豆腐 怎样做汤鲜味美 这个大白菜还特别入味呢 首先把这个大白菜头给它切下来 然后用手给它撕成小块 再切一些白菜绑着 然后用清水给它们洗净 这个就是咱们家的海带 都是扫盐的质量非常不错 回到家咱们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像我这样 给它泡上一颗 泡一个小时把这个盐上给它泡蛋 泡好之后给它切成小商条 再准备一块卤水大豆腐 咱们给它切成厚一点的大片 要想这个大白菜有滋有味 这个白菜咱们要提前用油给它煸炒一下 把这个大白菜的水分给它煸炒出来啊 要不然这个大白菜水了霸气了 它没有味 炒出水分 然后给它盛出去 等着备用 锅里重新烧油 油热之后下入冒前的五花肉 小火慢炒 把这个肉炒得赶一点 我每天叫老铁门做一道家常菜 只希望老铁门能给胖上来个双鸡 感谢大家 把这个肉炒好之后 加点葱姜和大料 加常菜必须加一点13香 等一下那小味就上去了 炒出香味 然后把大白菜下锅 顺着锅边喷点料酒 再加半勺生抽 把大白菜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没过这个大白菜的清水 这个时候把海带下锅 大豆腐也给它下锅 少加上一点精盐 开锅之后给它炖8分钟 记住了啊 千万不要扣盖 出货之前 再少加上一点鸡精 给它提个鲜 就这大炖餐 你就吃着去吧 这要是弄它二两散漏的 高定能把皮鞋给咱们喝掉了 谢谢大家